山区的救援是持续的进行 但是在海边的情况呢 在皮东县温丰乡淹水已经是第七天了 天气都已经放晴了 但是有部分的路段还是积水未退 那么温丰村长说 这是因为大型的抽水机已经是被台风毁损 温丰村呢又是地洼地区 所以积水才不容易消退 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传染病 会不会大幅的爆发 三名拿着水管边清理边哭 温丰里的鱼被冲到一条都不剩 住家也完全被豪雨冲毁 一瞬间未来的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 而隔了几条街 养殖业者赶紧把死在温丰中的鱼尸体清理出来 就怕接下来大太阳一晒 鱼尸体就会冒出恶臭气味 这里是发生水灾之后 屏东县淹水最严重的温丰村 已经第七天了 天气已经放晴 部分地段积水却都还没有退去 还淹到一层楼这么高 灾民的心里真的很焦急 不知何时才能重建家园 泡水都是把我们抽水机都泡坏了 现在上级也很急着要掉抽水机进来 但是昨天安装好的抽水量太少 四肢 但是要再掉过来 没有机会白 预计还要再十天水才能完全被抽干 而在这段期间居民除了耐心等待 也只能严加注意居家卫生 否则积水自身病菌 衍生心一破的传染病 灾情恐怕是雪上加霜 中文章出华路一针 屏东采访报道